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昨天在节目当中 有位观众朋友留言说 我居然一天出两集节目 说是不是贺锦丽超车川普了 所以我背后的金主开始急了 所以让我一天出两集节目 你恐怕是刚刚加入本节目平台吧 如果你过去看我节目的话 你应该知道本节目从问世第一天 节目时间就这么长 只不过过去是一段 现在把它分成两个主题两段 如此而已 所以你觉得我背后有共和党和金主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其实我的金主就是你们 在YouTube上的广告 就是我收入的来源 所以说我也希望将来我背后有金主 如果你有什么金主介绍 而又不违反本节目 陈述事实讲出观点的准则的话 我很乐意接受金主 不过现在还是各位观众朋友 就是我最好的最大的金主 再次谢谢大家 那是不是共和党背后的金主 到底现在是共和党 还是民主党 我们来看看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要不要辩论 因为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辩论是个非常重要事情 只有通过电视辩论 才能让选民知道总统候选人 他们的政治理念是什么 未来的政策是什么 之前川普本来跟拜登 有三次辩论的制约 那么之前那个辩论 已经令到拜登退出了民主党 总统的候选人的选举 原计划川普和拜登准备在9月10号 在ABC有一场辩论 后来因为拜登退选了 换成个贺锦丽 所以川普就说 那个ABC9月10号之约就不算数了 为什么呢 他讲两个理由 一个理由就是 我跟拜登约的 你现在都不是拜登 换贺锦丽了 当然就无效了 再有呢 川普说自己跟ABC 还有个什么司法诉讼 所以他是利益冲突 但是最新消息 川普终于同意和贺锦丽 按计划在9月10号 在美国广播公司ABC 举行第一场辩论 这是拜登退选之后 贺锦丽跟川普的第一场辩论 据说呢 后面还有霍氏电视台 还有NBC 都希望主办相关的 总统大选的辩论 我也认为 川普跟贺锦丽 不能只靠一场辩论 来让选民了解他们的正刚 那么当川普建议贺锦丽 要在9月4号 在霍氏电视台辩论的时候呢 贺锦丽的团队呢 一口就回绝了 他们坚持要在ABC辩论 贺锦丽的团队还说 他说川普很害怕 希望霍氏电视台呢 能够把川普拯救出来 那我就要问 如果川普不愿意去ABC 是川普显得很害怕 那么为什么贺锦丽 不想去霍氏电视台呢 霍氏电视台有这么可怕吗 其实霍氏电视台 被称之为保守派媒体 但是他过去 也有很多批评川普的言论 所以说现在到底是 民主党阵营害怕 还是共和党阵营害怕呢 川普在8月7号 接受霍氏电视台访问的时候 他就讲过 他说我想不久的将来 我会跟贺锦丽辩论 因为辩论对于这个国家来说 非常重要 但是呢 川普希望在霍氏电视台 他同时还说呢 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NBC 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都一直在游说川普 希望能够在他们里举行辩论 那我也很乐见 在接下来 川普除了在ABC跟贺锦丽 9月10号的辩论一直到大选投票之前 应该我想最起码还有再有两场辩论 这样才能够让选民更加了解 两个人之间的政论上 他们政界上到底有什么差别 现在这是美国总统大选 到底在选什么呢 民主党或者左派媒体 一直想把它包装成 在选择民主还是独裁 其实今年的大选 据我的观察 美国的选民最重要选的就是美国的经济 其实这句话是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 在竞选时候讲的笨蛋 经济才是关键问题 美联社呢 这个左派媒体最近又做了个民调 这个民调呢 也值得我们看一下 因为左派媒体做的民调 其实我们站在保守派立场看呢 如果有一些值得我们分享的地方呢 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是更加真实的 美联社的民调显示说 大约四分之三的美国成年人认为 今年大选对美国民主的未来至关重要 那么有多少民主党人这样认为呢 接近六成 也就是百分之五十几 对选举对美国民主未来极其重要 但是大概有四成的独立人士 百分之四十的独立人士 还有百分之四十的共和党人 持这种观点 为什么我说这个数字值得我们关注呢 就是美国的民主有没有被破坏的危险 这是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就是 如果有百分之四十的独立人士 也认为今年的民主选举至关重要的话 那么换句话来说 这些独立人士 他们在接下来的大选当中 他们对民主问题的这个价值的判断 很可能会影响他们投票 那么在这些人士当中 有多少人认为谁是民主的破坏者呢 不用讲民主党人 当然把川普视为民主的威胁 但是川普的支持者认为拜登才是民主真正的威胁 这里面我们要关注的是 还有百分之四十的独立人士 他们认为谁是民主的威胁 这个恐怕对选举的结果呢 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川普或者贺锦丽都必须要在选民面前 要扮演出一个维护民主这样的形象 我们看贺锦丽七号在密歇根州造势 在这次造势活动当中 我们看到了民主党内部 因为贺锦丽替代拜登之后 所产生的内部的矛盾和分裂的迹象 在贺锦丽这次造势活动当中呢 有这个抗议者打断了贺锦丽的讲话 应该说贺锦丽这次造势活动呢 对于她来说非常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她过去的造势活动从来没有超过一万人 这次终于根据媒体报道说 达到了一万人以上 有些媒体报道是一万五千人 所以对于贺锦丽来说很难得 但是呢在她演讲的时候呢 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几次打断了贺锦丽 示威者高喊什么呢 这些人喊贺锦丽你无法躲藏 我们不要种族灭绝 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抗议贺锦丽这种重要 我看起来就很魔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民主党里面 有一帮人是支持反犹太主义 他们支持把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地区 甚至支持对犹太人进行 人进行这个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在之前我们讲过的 美国很多所谓的长春城大学里边 这些人抗议以色列 对加沙的攻击的时候 他们就喊出了很多 要灭绝犹太人的口号 所以在民主党的支持者 或者是在民主党内部呢 是有这么一帮人 这也是为什么 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夏皮罗 不能够成为贺锦丽副总统 候选人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现在贺锦丽变成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这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 不管贺锦丽本身就是民主党极左派当中的一员 他们反正你谁来代表民主党选总统 他们就认为 现在的政府是民主党政府 现在你对以色列的任何援助 都是不合理的 他们都反对 所以贺锦丽受到这些人的攻击 贺锦丽的现场支持者 还想帮贺锦丽 想用他们的呼声 把这些抗议者的呼声给压下去 但是这些抗议者虽然说民主党的媒体说这是小部分人 但是他们的声量非常大 压不下去 贺锦丽开始还想安抚群众说不要跟他们吵 但是贺锦丽后来也受不了了 于是贺锦丽开始恐吓这些人 她说好啊 你们继续喊吧 如果你们想让川普当选的话 你们就继续喊吧 你看贺锦丽在这个时候 她对所谓的党内的这些不同意见的人 她的表达的态度很明显 贺锦丽并没有想包容他们 没有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维护民主这样的领导者形象 她并且用如果你们再抗议下去 会让川普当选来试图对这些示威者进行恐吓 我不知道这些人会认同贺锦丽这种说话 我个人认为不会 所以接下来贺锦丽在选举当中 我相信她还会让我们看到民主党内的分裂和矛盾 除了贺锦丽之外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民主党的重量级人物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似乎她的认知问题 也跟拜登产生了共同的这种表现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佩洛西 佩洛西是主张把拜登换下去的一个背后的重要的力量 佩洛西这两天接受媒体访问 她也承认 自从拜登退选之后 拜登跟她没讲过话 我想这个没讲过话 应该是她试图找拜登讲话 但是拜登没有搭理她 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退选了 作为背后的推动力量 佩洛西肯定要肯定要拜登 老哥干得好 你退选了 我支持你 但是佩洛西说 她自从拜登宣布退选之后 她没跟拜登讲过话 但是她很愿意跟拜登讲话 而讲不上话 也就是说拜登跟佩洛西翻脸了 所以佩洛西在接受美国MSNBC的访问的时候 佩洛西讲了一番话 我听了就觉得非常惊讶 这跟佩洛西过去的认知能力 好像不太一样 佩洛西说什么呢 佩洛西说 共和党已经被劫持了 它现在是一个邪教 共和党人应该把它夺回来 因为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共和党 你能听得懂佩洛西这句话吗 佩洛西这句话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它等于说 共和党已经变成了一个邪教组织 大家知不知道 共和党在全美国有多少党员 3300多万 佩洛西说 美国有3300多万个邪教徒 在一个组织里边 佩洛西这番话 他表示了 民主党人现在对美国选情的判断 产生了巨大的焦虑 为什么是一种焦虑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主党人现在对美国选情的判断 产生了巨大的焦虑 为什么是一种焦虑呢 因为佩洛西和民主党人觉得 共和党现在太过强大了 不然的话 佩洛西不会把它形容为一个邪教 但是呢 共和党被劫持了 共和党变成了一个邪教 佩洛西后面又说 共和党人应该把它夺回来 那么在这个邪教组织当中 有能够把这个邪教组织夺回来的共和党人吗 或许佩洛西觉得有 大家还记得有一个叫什么 贺锦丽号召共和党人支持贺锦丽 这个组织吗 这个组织说 他们振臂一呼 有二十几个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这个新闻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那所谓的二十几个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我们且不说 他根本就不是川普任内的主要官员 而更加重要的是 这些人无论在2016年还是在2020年 他们都是反川普的人士 也就说在打着共和党的旗号反川普的人 就那么几个人 过去有一些共和党内部反川普的人 现在也坚定了支持川普 比如说黑力 还有其他的一些 过去在2020年的时候 对川普持不同看法的人 现在也在支持川普 包括麦康纳尔 那所以说 民主党试图让共和党内部的人 夺回共和党 让共和党内部的人反川普 也就是之前的二十来个人 所以佩洛西说 美国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共和党 现在这个共和党你都打不败 如果美国再来一个强大的共和党 你还能在大选当中获胜吗 佩洛西说 共和党主政的时候 曾经给这个国家做了很多很棒的事情 既然共和党在执政的时候 给这个国家做了很多很棒的事情 我想请问 包括共和党的总统川普吗 如果包括的话 那我们现在把票投给他不是正好吗 佩洛西问 但是现在呢 现在共和党不主政 当然就没有办法 在这个时候为这个国家做很棒的事情 等到共和党再次获得白宫大位的时候 共和党会为这个国家做更多很棒的事情的 佩洛西说 因此不管怎么样 我们必须赢下这次选举 他说的我们当务 我认为是指民主党 佩洛西还透露说 一些共和党人告诉我 你们必须在大选当中击败川普和万斯 这个你们当然指的就是民主党 为什么呢 这些共和党人告诉佩洛西说 因为我们无法在初选当中击败他们 这些共和党人告诉佩洛西说 你们必须打败川普和万斯 因为我们这些共和党人 没有办法打败川普和万斯 共和党内有没有反川普和万斯的人 一定有 那么如果他们不能够在党内打败川普的话 这说明什么 这是不是说明了在共和党内的初选当中 川普和万斯就代表了共和党支持者的 大部分民意 这不是民主的体现吗 那么为什么佩洛西现在要被共和党人 这些少数共和党人所托要打败川普呢 那这不是佩洛西在帮助共和党内部的某些人 在破坏共和党阵营的民主吗 你们不是民主党吗 你们不是经常说选川普就破坏民主吗 现在到底谁在破坏民主呢 我们从佩洛西接受访问这段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佩洛西现在很明显很恐慌 他总是想告诉公众 共和党内部的人其实不支持川普 那么川普怎么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呢 他不是通过党内初选来的吗 所以佩洛西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了佩洛西的恐慌 佩洛西在恐慌什么呢 贺锦丽在恐慌什么呢 贺锦丽为什么对这抗议者说 你们在抗议川普就当选了 其实他们恐慌的并不是川普多有魅力 不是川普有多少人支持 而是在今年的总统大选过程当中 川普又拿到了一个法宝 这个法宝是让共和党在今年大选当中 制胜的一个法宝 这个法宝既不是川普的这个语言 并不是川普的正刚 而是美国的经济真正的现实显露出来了 美国经济的真相显露出来了 大家还记得前两天美国股市大跌 这两天呢有涨有跌 但是关键美国股市大跌说明了什么呢 美国经济出了问题 其实在我的节目里边 我一直认为美国经济这个繁荣 是个虚假的繁荣 它只表现在股市 还有加密货币 还有某一些领域 美国的实体经济自从疫情之后 自从拜登执政之后 美国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大的发展 这一点呢 连拜登在吹嘘他的经济成绩的时候 拜登讲的最多是什么 就是你看就业十分强劲 这个就业强劲过去我们解释过了 它是表面数据上的强劲 就是美国的就业非常充分 美国的失业率非常低 但是这个我也在讲了 在节目当中讲了很多次 美国的失业率的统计 是把那些没有找工作的人排除在外的 其实他们一样没有工作 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股市的虚假的繁荣 可以通过加密货币的节级上升 他们获得他们生活的资源 他们也可以从过去在疫情当中 政府发放的福利当中 获得他们生活的资源 所以他们过去没有加入这个就业 寻求就业的大军 那么美国的劳工就业数字呢 就出现了一个虚假的充分就业 但是现在呢 我们来看摩根大通的执行长戴蒙 他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戴蒙很清晰的说 他仍然相信美国经济的衰退 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软着陆的机会呢 只在35%到40%之间 就是美国经济往下走呢 有很大的机会 超过50%的机会会出现经济衰退 戴蒙说他有点怀疑 联邦储备局能不能将通膨压到2%的目标 因为未来的绿色经济 这是拜登最喜欢讲的 这个清洁能源和军事上将会有很多支出 戴蒙告诉我们说 拜登在清洁能源上花费的大量的联邦的资金 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因素之一 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 拜登依然会在他执政的半年过程当中 继续往这个所谓的清洁能源注入更多的资金 还有国际局势的变化 美国可能在军事上开支将会更加多 这就令到美国的通货膨胀没有办法降下来 我再给他加两个 美国劳工薪资的上升 能源价格的上升 也是影响美国通货膨胀重要因素 现在我没有看到这两个因素有可能下降 第一劳工的薪资上升是不可能降回来的 只有永远的往上升 或者停在一个水平 而能源方面因为中东局势的紧张 国际油价或多或少都会上涨 这也令到美国没有办法把美国的能源价格给降下来 戴蒙斯在7号的时候接受CNBC的访问的时候 他认为联邦储备局很快可能会降息 因为这两天民主党人吵得非常厉害 但是戴蒙斯认为降息的重要性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大 现在民主党人很怕美国的经济继续衰落下去 因为在大选当中 从现在开始到11月投票 如果美国的经济负面的事情不断的发生的话 大家觉得在投票当中会有多少人再把票投给民主党 如果现在美国的经济衰退的痕迹越来越明显 通货膨胀要压不下去 这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共和党人川普能够获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也是现在民主党一众的这些领袖 为什么这么恐慌的原因 摩根大通的戴蒙就告诉我们 美国经济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这个发生的事情的结果就是共和党 就是川普有可能在大选当中获胜 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团队 礼拜三给他们客户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说 美国的一些信息暗示了劳动力需求走弱 比预期更加严重 翻译过来就是 美国接下来的失业率将会继续攀升 裁员的迹象也初步显露了 这个团队估计今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 是35%高于上个月估计的25% 他这个估计比戴蒙要乐观一点 但是也比上个月他们的估计更加悲观 其实高盛的经济学家也做了类似的预测的调整 将未来一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 上调到25% CNBG说 戴蒙是美国最大的银行的领导者 他也是在华尔街受尊重的意见领袖之一 为什么受尊重 因为戴蒙对经济的判断 往往是比较准确比较客观的 而戴蒙在门过程当中 同样也被问到政治问题 因为现在有传说说 川普如果当选的话 戴蒙是下一任政府的财政部部长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但是戴蒙也很难免卷到了政治漩涡当中 戴蒙在访问当中没有提及 支持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 这就跟2020年完全不一样了 2020年戴蒙是或名或案的表态 支持拜登的 所以这也是民主党感到恐慌的原因 如果像戴蒙像马斯克 像更多的华尔街这些金融家 对拜登的经济政策 对贺锦丽的经济政策 持一个批评负面态度的话 他们还会在2024大选当中 像过去一样支持拜登吗 礼拜五公布的非农业就业数据很疲软 所以一些民主党人就批评美国联邦储备局 认为美国联邦储备局马上就应该降息 比如说参议员华伦 华伦不是民主党人 他自称是独立的参议员 但是其实他的立场比民主党还要主 华伦说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没有降息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现在就业已经亮起了红灯 鲍威尔应该取消暑假的休假 现在就马上降息 而不是等到六个礼拜之后 因为联邦储备局的主席鲍威尔其实在礼拜三的时候 已经强烈暗示联邦储备局会在九月份降息 很明显鲍威尔受到了民主党政府极大的压力 过去当川普对联邦储备局的利息政策提出批评的时候 民主党或者左派媒体都异口同声的说 川普这种事不尊重联邦储备局 不尊重专业人士 他们现在对鲍威尔所提出的批评 跟川普当年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就是尊重鲍威尔尊重专业人士呢 其实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美国的失业率已经攀升到3.9% 那个时候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首次进入职场的人 还有结束闲富状态而寻找工作的人大量增加 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接下来美国的失业的比例会攀升呢 因为在疫情期间靠着政府发放的福利 靠着在股票市场赚到钱生活而不需要找工作的人大有人在 这些人呢 现在他们原有自称他们生活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他们必须出来找工作 这就令到在劳工市场上寻求工作的人多了 你不要以为美国的劳工市场不是有若干个就业岗位很多空缺吗 其实并不然 因为这些人出来找工作 他们对薪资的要求跟过去不一样了 而企业能够付出的薪资也就这么多 这里有落差有冲突的话 这些人很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 所以他们就会被统计在失业大军当中 所以接下来美国的失业数字将会攀升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在2024总统大选当中 还有多少选民会支持拜登 会支持民主党 会支持贺锦丽呢 根据彭博社8月6号的消息 全球的电脑巨头戴尔科技公司准备裁员 裁员数目是多少呢 将会裁员一万两千人 其实之前另外一家大企业英特尔 已经宣布要裁员一万八千人了 所以说现在民主党人 为什么对这个联邦储备局 这个利息政策这么急 因为他们寄希望于联邦储备局降息的话 会把股市再推上去 所以令到经济再次出现虚假的繁荣 但是戴蒙告诉你了 联邦储备局降息并没有这么重要 重要的是实体经济到底在接下来的时间如何发展 而这么多大企业裁员的话 一定会导致一些中型企业 或者是一些小企业也跟随这个风潮裁员 那么当就业数字出现一个负面数据的话 美国的股市还会因为降息而再度冲高吗 我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所以说在2024年选举到 这个斗争到目前这个状态 民主党和共和党谁更加恐慌一点呢 如果从这个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这个数据来看 我个人觉得民主党贺锦丽可能会更加恐慌一点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